各位同學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範例3 如圖所示 長度為L 質量為M的均勻繩子 一端以手抓住 一端以手抓住 所以這個手可以在這邊 那十整條繩子 全掛於桌面 桌邊下槌 這是一隻手 雖然畫的有點不像 總之這個是一隻手 那麼 如果想要把全部的繩子 全部拉回光滑水平桌面 則 第一題 若施以最小外力 將繩子拉回光滑水平桌面時 畫出圖B中所需最小外力F 與拉回繩子的長度X之關係圖 那我們就來畫畫看 它的意思是說 我如果拉回繩子長度 叫X 就是我往上拉了X 往上拉了X 比如說這樣子 往上拉了X 那剩下的部分就會是L-X 我們用紅色會比較清楚 它也不太需要連手也變成紅色 手還是藍色 好 那麼 這種情況呢 就是 它已經往上被拉了X了 好 那這種情況呢 我們就是已經是往上拉了X 那桌子這邊的部分就是X 那往上拉了X的時候呢 這題的重點在於 我剩下的這一段呢 其實是 剩下L-X 那 手其實要撐住的只有這段而已 X這部分已經被桌面撐住了 已經被桌面支撐了 所以你的手不用再繼續出力去支撐這一段 已經被桌面的正向力支撐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再繼續支撐這一段 那我們還需要支撐的是哪一段呢 這下面的這一段 L-X 還需要出力的支撐 那手出的力就已經不會是原本的那麼多 本來質量為M的均勻繩子 它原本的重力是 總重應該是NG 那 我們已經往上拉了X 所以 剩下的就是L-X 那如果我們設定 所剩下的L-X 它的重量叫做 WL-X 那 跟這個X的部分的重量比起來 就會剛好就是L-X去比上X 因為重量會正比於長度嘛 因為它是均勻的繩子 它是均勻的 所以重量是正比於長度 所以說 我們分兩段重 分兩段來看的話 剩下的還懸吊的 還懸吊的是L-X 那L-X 那L-X這部分的重量 比上已經拉上去的部分的重量 就會是跟長度的比例一樣 那這樣的話其實我們就可以推論出 所剩下的這部分呢 它的重量其實是原本的重 然後去乘上 全部分支L-X 這一題難的地方是在這裡 那舉一個例子好了 如果說X是 例如啦 L如果是6 6公尺 然後假如說X是2公尺 那這裡就會是2 這裡就會是4 那總共是6 總共是6 那這裡重量比也會是4比2 那所以我們的 所剩下的這部分呢 就會是 全部然後去乘上6分之4 或者也可以這樣子比啊 也許這樣會比較好 我們所剩下的這部分的重量 去比上全部的 去比上L的重 就會等於L-X去比上L 那如果說L現在是6 我們所剩下的這部分的重量 就是如果L是6 然後X是2 所以這也是剩下4 那我們所剩的這部分 就的確是 全部去乘上6分 全部去乘上 6分之4 對不對 我們加差相乘就知道了 所以 的確 L-X這段的重量就會是 就會是全部的 要去乘上L分之L-X 那就是6分之4 所以 這裡我們就得到了 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是需要 出的力 因為我們要抵抗它的重量 所以這裡其實是寫為 所以 這裡其實就是寫為 例 就會是 NG 去乘上 L-X 去除X 那 它其實跟X之間的關聯 就會是 NG 然後 減掉L分之NGX 這是一個直線方程 這是一個直線方程式 當 X等於0的時候 那 F 就等於NG 這就是我們還沒有 拉上去的時候 手 需要撐住它 全部的重量 那 當F等於0的時候 S 就等於L 那就代表說 你拉到 整段L 都上去桌面了 那我們要出的力 就自然是0 所以這的確就是 這個 F 它跟X的關係 那 畫成圖的話 就會是一個 斜率是 負 L分之NG的一個 斜直線 然後 剛剛說 F 等於0的時候 X會等於L 那 X等於0的時候 F 等於NG 所以這樣我們就把它畫出來了 這就是第一小題 那接下來呢 第二小題要 問 全部拉回來的做工 那這題就是便利做工 它是便利做工 因為F會改變 會隨著位置的改變 F 非固定的 所以是便利做工 那就要畫圖 畫Fx圖 那我們已經在第一小題畫出來了 所以這塊面積就會是 它的 做工 就是我們 施力把它拉起來的 做工 所以做工就會是 NG 乘以L 再除以2 所以這就是 第二小題的答案 這是一個便利做工的 例子 必須要用到 畫圖來解 它的做工